比花花还可爱的小熊 估计只有花花小时候 出生就是个炸毛的小可爱 姚丽蓉的毛发果然不一般 俗话说小火靠捧大火靠灭 这句话在熊猫界同样适用 作为天生的顶流 小时候的花花因为尖尖的嘴筒 被粉丝亲切地称呼为小狐狸花 一双到水滴形状的黑眼圈 笑起来眼睛亮亮的 就像个毛绒玩具 花花左边的脚脖子上 还有特制脚环 右脚尖上 自带白蕾四边袜子 除了天赋异禀的长相 花花小时候还是一只荔枝花 刚能下地自由活动 尽管活动范围 仅限于铺好的木栅栏 但是这只小可爱 每天都乐此不疲地到处探索 一根小木棍够它翻一整天 随着一点点长大 它探索到了外面的世界 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小木甲 开始学学攀爬 爬了很长时间 结果以小脚丫 距离地面30厘米而告终 作为一只聪明花与努力花 花花尝试了好多次 这边爬不上去 就绕到树桩另一边再试 作为一只超级好脾气的小熊 一根树枝 花花都能啃上半天 小时候的花花 无论是四仰八叉躺着 还是翻个身乖乖地趴着 都会和场外的粉丝们 进行眼神交流 花花就是可爱代名词 第一次吃损 两只小胖手捧着 怎么啃都啃不开 最后小两只小脚丫 都用上了力气 这才将竹笋咬开 结果一口都没吃进肚子 全掉了 很难不让人怀疑 熊猫圈里假吃的眼计 眼计也这么好吗 后来花花得到了一根大耗锁 正努力的包主锁 干妈圆润赶来 拿走了花花的大锁 表示花花呀你还小吃不了 干妈替你吃 乖巧软弱脾气好 也难怪谁见了都心软 作为一只超级黏人的小熊 花花小时候 很喜欢和发姑奶爸玩 把头靠在奶爸怀里使劲蹭 经常撒娇求抱抱 就像发姑奶爸身上的一枚熊猫挂剑 仗着姐姐不会爬树 爱玩的小祖宗和叶 经常欺负完姐姐就往树上窜 发姑奶爸看到后 便带着花花出气 结果在奶爸的帮助下 被举起来的花花动作笨拙 又多挨了弟弟一顿打 花花当真是笨蛋美女熊本熊啊 童星出道的花花 长大后还能大火 不是没有原因的 小时候坐下来 是一只小三角饭团 长大后是一大只三角饭团 等比例放大而已 作为熊猫圈里最有变十度的女性 个头只有一米五的花花 没有脖子下巴短腿也短 隔一米八的弟弟站在一起 形成了最萌身高差 吃竹子慢吞吞的还总吊渣 是唯一一直让谭爷爷最担心 吃不饱的小熊 因为花花吃东西慢条斯理 经常被幼儿班的同学们熊口夺食 这天花花好不容易 咬开了一根笋 结果被赶来的二狗姐 一把夺了过去 好脾气的花花再去包另一根 结果刚咬开又被抢走了 接二连三的被夺损 等好朋友们再来夺损 佛系的花花不仅放弃抵抗 还把包好的笋让了出去 也都会乖巧地等两边小伙伴吃完 自己在动嘴 因为不会爬树 经常被弟弟和叶踹头 本来就没有脖子 这下就更长不出来了 当然了花花的忍让 也是有底线的 对于七熊太甚的行为 花花表示她也是有脾气的 这天姐姐在吃最爱吃的苹果 弟弟和叶看到想直接拿走 花花当即举起左手挽拒 自从花花成为熊圈顶流后 她每天的行程都特别满 每天要接受大量粉丝的潮拜 据粉丝说上午十点刚过 花花所在的熊猫别墅外 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而且是排队两小时 看花花三分钟 对此有惊艳的粉丝 总结出了一份最精辟的追花指南 不想排队六点半之前 到达基地南大门 七点半开园后一路狂奔 防止被反超 这样大概率能成为 第一批看到花花的人 如果这天天气凉爽 花花在外面待上一天的话 能排四轮对见花花四次 此外粉丝们追星花花的心态 也特别值得人学习 他们说要想看到花花 就得有耐心有信心 最重要的是 要对自己狠心 福宝小时候有多可爱 这只长得像毛龙玩偶 就是财阀小公主的小时候 也难怪江爷爷这么喜欢福宝 这么带萌可爱的小熊 谁看了不会心动吗 初次营业的小福宝 看到江爷爷离开十分不舍 两只眼睛睁得特别圆 抱着江爷爷的胳膊不撒手 看着小孙女一直缠着自己 江爷爷则十分宠意 摸了摸他的小脸 安慰他要学着独立 而独自营业的小福宝 在看到远处关注自己的江爷爷 便开心地晃动起了小脚脚 作为不拘一格的小公主 小福宝每次都能把自己的房间 搞得又脏又乱 吃东西边吃边拉 还能在一堆青团中 把自己吃睡着了 不得不说心真大 每次给小福宝打扫房间 江爷爷尽管很头疼 但是还是一脸宠溺不忍格怪 有时福宝还会趁江爷爷打扫卫生 找准时机扑上去 给江爷爷制造惊喜 对此江爷爷很是受用 摸了摸他的头 这下可把小福宝给高兴坏了 直接奶兄奶兄地拍起了地 给小福宝称体重的时候 软软的一小团东倒西歪 在称好体重后 江爷爷把他放在腿上 记录好数据后 打算放他自己去玩 不成想小家伙 竟然抱着江爷爷的腿不撒手 福宝这么喜欢黏着江爷爷 可以看出江爷爷在照顾福宝方面 真的付出了很多 所幸江爷爷的付出没有白费 带出了这么天真可爱 又活泼的小公主 爬树爬不上去 整个身体都在用力 即使这次没成功 下次继续 会和江爷爷击掌 找镜头拍合照 犯错了会心虚 但下次还打 被妈妈爱女士揍了 会找江爷爷求安慰 只要江爷爷一哄 很快就没事了 就是随着一天天长大 小福宝实在是有点费妈 天天大笔都伺候 被打了就找江爷爷求安慰 心情变好了继续惹祸 形成了完美闭环 咱就说这样爱闹又可爱的小兄 谁能不爱呢